大海可以说是很多女生都特别向往的地方 大海的景象是特别漂亮的 在沙滩上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很奇特的动物 就比如说这位23岁的美女 在海边游玩时竟然捡到了一条养米长的黄鳝 将其养了11年不舍得吃掉 表弟太后瞬间傻眼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就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在11年前这位美女突然来了兴致 就叫上朋友到海边玩 在游泳中他就发现旁边有一个地方是很奇怪的 他走进仔细查看后 就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条黄鳝 它的长度达到了两米 这么大的黄鳝是这位美女第一次看到 他觉得很奇特就立即将这条黄鳝带回了家 一直好好地抚养着 这一养就是11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劝这位美女 赶紧将这条黄鳝吃了 但美女已经养了她11年的时间 早就经历了很深厚的感情 到最后 表姐看到这条黄鳝后就直接傻眼了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黄鳝 因为表姐不停地喂养 这条黄鳝都会赶上她的手臂粗了 如果是一条黄鳝的人 还以为表姐养了一条蟒蛇 人们都不敢到表姐家里玩 毕竟这东西真的是太吓人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你有遇到过丽丝的情况吗